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我們來記錄一下我們的超級長的頭髮 因為我爸媽說我的頭髮太長了 看起來像是流浪漢 所以我們就來記錄一下我們的流浪漢造型 看看我們可以拍出多少的花樣 OK,那我們終於拍到一張我覺得還不錯的照片 你自己看看 看起來是朦朧 我們待會再跟他分享我們拍出來的成果 那我們先分享一下我們這個拍攝的配置 反正上面就是放一塊反光板 那上面閃光燈是放在上面 然後有用一個這裡啦 就是用一個閃光燈 然後前面放了一個很長的黑鋁箔在上面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很精確的控制我們的光線 而且我們的焦段可以直接調到最遠的 這一次閃光燈是105mm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最強的出力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一直讓他回電的時間拖這麼久 所以我們設的目前是1分之1的出力啦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可以一直拍一直拍 就不用等他說回電還要等個幾秒鐘的麻煩 那我們加了這個黑鋁箔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頂到我們的柔光板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精準的控制 我們只想要找到這樣小小一個範圍的柔光板 就不用找到很大的一個面積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是有點稍微軟軟柔和的光源 但是又不想要太硬邦邦就是直接用閃光燈打 所以我們就是過一個柔光板啦 下面還有一片CR-LS 因為我覺得下面的陰影好像有點太黑了 我們想要稍微再拍到更多細節 然後我們在後製的時候再把對比加強 所以我們下面放了一片25公分的CR-LS第四號 就是最柔和等級就跟珍珠版差不多的概念啦 只是我們的顏色比較準確 然後我們就直接tether到我們的電腦 我們就不用一直在這裡按快門 然後我們直接用電腦就直接按快門 然後進lightroom我們就直接套上我們想要的顏色 調光效果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比較明顯的知道 我們到底最終成像長怎麼樣 置入一下我們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門提供客製化的影像製作服務 如果有需求還能與我們聯絡 第二組招片拍完了 我覺得效果真的是超級空虛 你看 直接大爆炸啊 看起來 但是看起來效果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這個過曝 看起來就是一個人的輪廓 然後就只有頭髮 重點就是頭髮 所以這樣子效果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相機身高 稍微從一個比較高 往下的一個角度來拍攝啊 就是平式 因為我這個腳架也沒有辦法太高 高過我的頭 所以就是一個平式 往下稍微有一點往下的概念啊 然後我們一樣 這一邊就是我們把一個我們的反光板的黑色這一面 往我的人的邊邊靠 讓我的頭髮這邊讓它對比更強更黑 因為我們這一邊直接用一個閃光燈加上柔光板 直接暴力打到我的臉上 所以呢 我們另外一邊如果沒有就是黑色這一片布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反射到我們的白色牆壁啦 所以就會整個反射 讓所有的對比都消失 所以我們就多加一塊黑色的布 我們閃光燈部分這個黑色的鋁箔 我就稍微調整了一下 因為它剛剛是一個非常聚光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只有一個小小範圍 但是我們現在這一張照片 我想要讓光線更柔和照射面積更大 就是我們這一塊柔光板的照射面積更大 所以我就把它拆開來 所以它的左半邊是完全沒有遮擋的 但是右半邊我想要避免它直接照射到我們後面背景的牆壁 所以我就是右邊整個遮住 不要照到牆壁 左邊整個打開 就是我們左邊的板子都可以亮起來 這組照片也是蠻酷的 我們就用各種彩色的燈來打 那一樣我們上面還是一樣持續使用我們的閃光燈 就是要凝結這個瞬間 那我們快門用的比較慢 我們用了二十五分之一秒的快門 所以如果我們有微微晃動會看起來朦朧 但是我們的閃光燈上面一閃 我們又可以凝結瞬間 所以就是有朦朧的感覺 但是又有更多的細節 就是閃光燈凝結的那些細節啦 所以還蠻棒的 那就是持續燈跟閃光燈的混合應用 那一樣我們上面就是 上面還有另外一盞啦 就是上面還有一盞 直接勾勒後面比較輪廓的用黃色的燈來打 那我想要用 不要用綠色 因為我不太喜歡綠色的一個光線嘛 就是綠色怎麼打都怪怪的 除非你有特別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了紅色啊 然後這邊是用陽紅的顏色 下面是用直接全藍的顏色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百分之百 飽和度的顏色 所以就是全部混在一起 那一樣我們上面閃光燈是 全就是白光嘛 所以你所有的光譜都是完整的 那對 所以就可以讓我們的膚色看起來更正常 而不會就是如果沒有白光 上面這一盞閃光燈照起來就會全部都是一塊一塊的 看起來不是很OK w piace GN ツ V 呢 trave 我